生鏽啊,當你拉緊的時候呢 它就是,你不可能每天去給它上油啊 所以它這個麻繩它就已經泡滿了油 然後把它包埋在裡面 那包埋在裡面的時候 當這個鋼索一失利的時候 然後這個鎂骨就攪動的時候就拉緊了 一拉緊的時候裡面的油就生出來 生出來的時候就把這個鋼索做好了保養 那每使用一次,它就自動保養一次 那多久都要換,還是要換 等到斷掉的時候才換 它斷掉就很危險 沒有啦,就是他們當初他們日本在做的時候 我們在看的是他們當初在做的時候 其實在做之前他們其實有很細膩的想法 比如說你這個鋼紙裡面包埋的麻繩裡面的油 然後怎麼樣讓它在使用的時候能夠耐久 然後因為它如果生鏽斷掉那就更危險了 那它怎麼樣讓這樣的鋼索能夠增加它的壽命 所以這旁邊只是固定 對對對,只是固定的 然後這個是掉木頭的 覺得比掉了 好,我們跟著過去囉 跟著過去囉 因為極木柱其實是樹木嘛 極木柱是檜木嗎 極木柱是檜木嗎 極木柱是台灣山 因為檜木,檜木雖雖然大 但是它沒有辦法直直的 台灣山是台灣最高的樹 那剛剛那個有多少年了 剛剛那一刻 看起來好處 問一下這個小老師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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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